大家好,我是Stan TWICE成员成员 因为健康问题宣布暂时停止活动了 今天,节外P娱乐官方声明表示 成员目前有恐慌以及心理不安障碍的症状 这期间为了恢复虽然有在采取措施 但是艺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事项 在与专门的医疗机关多方面的讨论结果 认为成员需要更专注于恢复的时间 因此在与本人与成员们的商议下 决定暂时不参与今后的行程了 为了成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恢复 所属公司会在各方面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粉丝们能谅解 为了强烟能够好好恢复 希望粉丝们能齐心合力 等待强烟的回归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已经都吼了吗? 恐慌障碍,忧郁症,想要痊愈的话 需要很长时间 就算好点了也会再犯 所以治疗过程会非常辛苦 因为也有颈椎受伤 所以会加倍的痛苦 希望你能什么都不要想 只关心自己的健康,好好休息 应该是在尔库普里打个活动的时候 也是为了粉丝们忍耐着活动的 真的很谢谢,也很心痛 希望能早点恢复 我们请愿好好接受治疗,好好休息 等请愿恢复之后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会永远在这里等你的 之前因为健康问题停止活动了一段时间 而看着这次的回归活动 本来以为是好很多了 没想到 因为GYP这么突然的公布 所以真的是有点担心乘英的健康 就像网友留言一样 恐慌障碍等的疾病 治疗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 就算好转了也很容易会再犯 所以就算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也希望巧妍能尽可能的恢复之后再回来 对于自己也好 对于粉丝们也好 巧妍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希望GYP也能尽最大的措施 来帮助巧妍的恢复